这个三乱呢 这个道理要反复过几遍 就可以了 反复过几遍 学到心里去就行了 现在还是生 因为这套理论有点反常 大家基本上也没接触过 所以比较生 陌生 生没关系 书能生巧吗 再说这些理论也没有什么难度 说实话 说破了很简单 说不破啊 你以为高深莫测 怎么怎么样 说破了不就那回事吗 就是一两句话的事 它没什么难度 所以这三论这套理论 也是对付那些高手的 那些高手啊 就是研究了几十年的 就差最后这一层纸 没捅破了 这个时候就需要有人点一下 这点一下就足够了 它一转练就可以了 最后 像那些印度的外道修 修情那么高的 无想定都修出来了 这些人就差这个佛 点一下 稍微点一下 它立刻就会感谢归正 像佛的那几大弟子 就是差最后点拨一下了 它明白了 立刻就会 就会变成佛法 但是你要是不点了 它的话 它一辈子 它生生世世都是个外道 最后这一招很重要 最后这一把火 下面再来破 吴是涅槃 有上飞涅槃 何况有吴也 涅槃无有有 何处当有无 外人问 如果涅槃不是有 那就应该是无 外人主张了 吴是涅槃 一切法空无所有 这是涅槃 小圣人说了 灭掉三切生死 这是涅槃 把生死灭掉了 这也是吴 大圣说 真空第一异地 是涅槃 现在一并破斥 庙有上下不是涅槃 何况是断吴 他说有上飞涅槃 何况有吴也 有是有德有正 上下不是涅槃 何况吴是一无所有 怎么会是涅槃 你有共互境界 神通智魂 这都不是涅槃 何况吴是空无所有 什么都没有 他怎么会是涅槃 再说有是中道庙 有他都不是涅槃 吴是断灭空无 怎么能是涅槃 有是有涅槃 他上下不是涅槃 吴是没有涅槃 他怎么会是涅槃 再来说了 不管是有是无 都是邪见 你邪见见到有 这既然不是涅槃 何况你邪见见到无 这怎么会是涅槃 再这说了 因为有才会有无 有在前面 无在后面 有是根本 无是之末 现在上下的没有有 怎么会有无 既然没有根本 怎么会有之末 在这也可以直接说嘛 你有涅槃上下不对 何况是没有涅槃的 你更加不对了 涅槃无有有 何处当有无 就是你所说的无 是把生灭灭掉之后 才是无 你是个涅槃 或者是离开生死 另外还有一个无 但是呢 涅槃是寂灭的意思 而不是有无的意思 所谓的寂灭 就是寂灭 一切生灭 有无 种种见解 认识到一切法 本来寂灭 本不可得 乃至连这个真空 妙力 虚空法界 也是本来寂灭 只有寂灭 一切见解 离开你的所有妄想 这才叫寂灭 并不是另外 还有一个境界 单独有一个捏盘 这才算是寂灭 而是寂灭 你的一切妄想思业 你不要再有任何的执着不舍 这才是寂灭 所以涅槃本来就是寂灭 它本来就不可得 它根本就无关有无 这里面上前面又有何况 还有无呢 所以说你说涅槃是有是无 这跟涅槃都没关系 这跟寂灭都没关系 因为你一说有无 就打妄想了 这就跟寂灭被盗而迟了 下面再来寿灼 有寿破 若无是涅槃 云和明不寿 这跟前面的破法一样 如果说无是涅槃 涅槃是真空庙里 第一异地 本来无生 当下寂灭 所以说涅槃是无 那为什么经中还要说 涅槃是一无所受呢 如果你不接受这个无 你不认为有个清净绝言 寂灭真诚的东西 你怎么知道涅槃是无 如果你真的是不受 你就应该像死人一样 连着一个无字都不应该知道 这才算是不受吗 未曾有不受而名为无法 众生的所思所想 所见所闻 无论你是任何哪一法 都必须要通过受想行尸 都不会离开你的思想感受 现在既然是你的思想感受 那就是毕竟空啊 所以说根本没有任何一法 能够不经过你的思想感受 不通过大脑思维 而能知道啊 有一个空无所有的东西是涅槃 有一个真空庙有是涅槃 既然是你的思想感受啊 那就是你的颠倒妄想 就不是禁涅槃了 起码它是一个观念吧 是不是 是一个概念 它就没有记命了 如果你说我正到了涅槃 我成了佛道 我得到了解脱 我是某某菩萨 像这些都是魔上的 你一开口就不需要再说了 你一开口说你是某某佛 某某菩萨 你这就是魔 不需要任何人定性 只要他一张嘴这么说 就是个魔 可是很多人呢 都相信这些魔 也不知道怎么搞的 一点正常的思维都没有 而且都是现在的人 好像很聪明的人 都很有文化的人 搞不清怎么整的 他一说他是哪辈子的活佛 哪辈子的菩萨 大家都信了 你看怪不怪 你前面受涅槃是有 现在又受涅槃是无 你受涅槃是有 这是常见 你知过涅槃是无 这是断见 断肠就是生死 它怎么会是涅槃 因此 凡是心有所受 都离不开有 无断肠 种种邪见 你怎么能把这些无名邪见 当成是寂灭涅槃 受助因缘故轮转生死中 不受助因缘 是名为涅槃 外人问了 那么外道所说的三有 不是涅槃 就是三界的禅定 功夫境界不是涅槃 无想定 非想非非想定 包括欲见的禅定 像我们这些人所修的禅定 都属于欲界定啊 你还想正到涅槃啊 那既然外道所说的三有 不是涅槃 佛法灭掉三界所有 也不是涅槃 那么离开这两边 到底是什么涅槃 什么是涅槃 再来说了 今日的庙有 昔日的断屋 它都不是涅槃 涅槃是真空庙有 除此之外 哪里还有涅槃 如果说有屋都不是涅槃 那你岂不是断灭邪剑 再来说 如果没有涅槃的话 众生这个用功半道 到底要把这个心放在什么地方呢 你总得有个目标吧 是不是 你学活修行又是为了什么 如果没有涅槃的话 受住因缘故轮转生死中 回答 众生无量节以来 都是颠倒错乱 认假作真 无论如何都做不到心无所依 我们为什么那么死活的拼命执着呢 因为你做不到心无所依 你尽管天天念诵金刚经也没有用 金刚经说了 因无所住 但是你硬要住 你做不到的 你不要说 啊我明白无所住 你明白有什么用啊 问题是 就算你明白了 但是你没有这层见解 你做不到的 必须要这么破你才可以 否则你是稀里糊涂的 你这个观念 你怎么可能做到无所住呢 因此他是必求有所得而后矣 因此 见到有就执着有 见到无就执着无 如果他不执着有无 他必然是执着非有非无 即便他不执着非有非无 他还是要接受一个必净空无 那就算他接受了必净空无啊 但是他呢 却反而自以为清净 自以为必净清净 一无所受 就是他虽然受了一个必净空啊 但是他自己感觉呢 就感觉很好 他认为自己已经是必净清净 一无所受了 正是因为这一点点的妄想难以觉察呀 你很难被你觉察 为什么 他太微妙 太微细了 而且太迷人了 这个感觉 这个境界 所以说你不知不觉之间啊 最终还是被这个微细的妄想所束缚 纵使你修为再高 你仍旧难逃魔爪 魔爪 因为内心你受着有断肠 种种因缘境界的缘故 这种种因缘境界 包括你的禅定功夫 思想理论 包括其他的一切 所以无论你道行有多高 功夫有多好 只要你心有所受啊 哪怕是一丝一毫的执着 就那么一点点的妄想 他就足以把你牢牢的控制住 你永远都无法解脱 你纵使你一修修到 非想非非想天 一定八万大劫 那也只是因为 那么一点点的清净感受 没有去掉 所以你永远都在三界之内 终究也免不了生死轮回 那些外道 为什么会住在无想定上的 就是被那个清净的禅定 感受给束缚住了 就住在这个妄想上了 可不是住在其他地方了 他如果在一念回光 知道 这个清净的境界是一个妄想 他立刻就出三界了 他就不受住因缘 是名为涅槃 如果你不受也无断肠 离开颠倒梦想 尽灭力的一切见解 做到一无所得 只有这样你才称得上是涅槃 这也是勉强说一个涅槃 其实哪里有涅槃的你说 只是用这个言说 表示一个意思而已 凡是你心有所受 非但受生死 生死是生死 你就是受涅槃 涅槃也是生死 那受就是执着的意思吗 大家都不要执着 涅槃就代表 我们平常所学的那些佛法 如来藏啊 常处真心啊 本有佛性啊 这些东西 不要老是把它啃了 光看成是涅槃 其次 你受一生死 一涅槃 非生死 非涅槃 乃至五句都是生死 你不接受这五句 这才是涅槃 再者 这五句 不管你受与不受 你统统都是生死 你说 你说我一发不受 你还是一个生死 只有离开受与不受 毕竟清静 这才是涅槃 你上面不是说吗 我修行用功 到底要把这个心 安置在什么地方 如果没有涅槃 我的心放在什么地方呢 我没有目标了 我怎么修行呢 是不是 正是因为你要把心 放在亦有亦无 有无亦有亦无 非有非无 乃至放在清静涅槃上面 所以说你才得不到涅槃 本来我们是针对生死 才说涅槃 现在尚且没有生死 何况还有涅槃 所以我们说了 非生死 非涅槃 非不生死 非不涅槃 就是既没有生死 也没有涅槃 既没有不生死 也没有不涅槃 只有离开这些种种戏论 这才是涅槃 可以说损之又损 之之一无所得 老子都说 为道日损 要把你的妄想破得 一破再破 直至一无所得 这才算是涅槃 为什么要这么破来破去 不厌其烦 百千万遍的这么破呢 无非就是为了 破除众生的邪见而已 你不要怕烦 你不要说直接破就行 直接破你哪里听得懂呢 你体会不到的就是 就是你明白了 你体会没有这么深刻 所以说必须彻底洗刷 一切有所得的执着 要破除任何最究竟 圆满的见解 你不能有一丝一号的邪简 留在你心里 那么平常讲法华经的人说了 小城都是华城 但是并不知道啊 大城也是华城啊 你对大城来说 小城确实是一座华城 如果对实相来说 你不管大城 小城 遁见偏缘 什么涅槃 法花 这些通通都是华城 它通通都不是究竟 乃至菩提 涅槃 阿赖耶诗 如来丧兴 这没有一个不是华城 没有一个不是方便 没有一样 它是真实 都得这么认识 不要老是执着自己那套理论 不得了了 我天下天下 为我独尊了 你那只是一个方便 化成虚实而已 其实什么都不是 你如果你一定要执着 那完全都可以破 因为佛说 你们这祖师 佛祖说这些理论的时候 他早就早就把破绽 给你留好了 就像一个武林高手 他传授给徒弟的时候 虽然他把这个拳法 给传给你了 但是他早就留了一手 留了个破绽在里面 你老老实实听话 没话说 哪天你敢造反 他一招就给你废掉 你说人 佛说的这些一切法门 祖师立的这些 所有的论点 他都有这个意思在里面 他写这部书的时候 他早就把破绽 给你埋伏进去了 你老老实实的 照着去做 没关系 你一旦执着了 他上来就给你破掉 给你废的吧 你这个人 不过现在呢 只有龙鼠在破了 其他宗派的祖师都 可能都没有培养好 接班人吧 可能都没有人破了 按理说 我们讲三论的 应该讲到最后 要把三论破掉 讲为师的 讲到最后 把为师破掉 讲天台华言的 讲到最后 把天台华言都破掉 按理说 应该是这样 这样你这个理论 才算究竟圆满 可是现在呢 我们只是讲三论了 讲到最后 你也没有把它破掉 你说你讲这个 算什么呢 你只是搞了一个 方便出来而已 你不但你自己 达不到究竟 你手下那些人 他也达不到究竟 但是从古到今 这本门本派的 好像也没几个人 破自己吧 除了这三论自己破自己 包括禅宗 呵呵骂祖 自己破自己 其他的谁破自己了 你保护自己 都来不及嘛 是不是 密宗谁破自己了 他敢破上师啊 他不会吧 你破上师不得下地狱吗 是不是 他为什么不破呢 因为他没这个见解 他有这个见解 早就破了 他早就像传宗一样 呵呵骂祖去了 但是你没有这个见解 你就不可能明白佛法 你就不可能离开 对你这个佛法的执着 问题又来了吗 这不是 所以佛说了一首祭送 我做道场时 智慧不可得 空拳框小而以度于一切 就是我做道场 我成佛的时候 我用佛的智慧观察 一切法都是毕竟不可得 这叫智慧不可得 但是这一切法不可得 这种道理 我去跟谁说呢 你说 我去跟谁说 说了谁能接受 所以呢 我只能像哄小孩一样 空手攥了一个拳头 谎称啊 手里面有糖 我用这种方法 来救度一切众生 空拳 手里握了一个拳头 谎称 手里有糖 这个糖啊 就是我们所学的一切经书法宝 一切佛教理论 这就是一块糖 其实没有这些东西 其实啊 没有 这些佛所说的这些东西 三法印 四生地 因缘生 没有这些玩意儿 都得领悟到这层意思 没有三法印 四地 同样也没有三轮的 什么必进空啊 这个那个 包括那些原成石啊 空甲钟啊 什么都没有 这只是一个糖块 这个糖块是本来没有的 是为了哄你的 没有这些东西 不要制作这些东西了 天天享受这个糖块呢 你吃不到的问题是 如佛经中说 断有断非有 世故之涅槃 非有亦非无 就像佛在涅槃经说了 只有断有断非有 这才是涅槃 三界所有这是有 灭掉三界所有这是非有 你不见生死可断 也没有涅槃可得 断掉三界内外 所有的生灭有无之间 这才是涅槃 那你可以仔细观察一下 天底下到底有什么人 世间究竟有什么法 众生又有什么功夫境界 能够超出三界内外 因此说一切言说议论 都应该统统给断掉 所谓的断也不是真的 要去断人家 你只要离开妄想 对境无心 这自然就断了 你不需要把他那个 经书烧掉 把他庙拆掉 不是 因为这经书 思念还要留着度人 什么事 这些方便都需要 因为你虽然你明白了 别人并不明白啊 尽管你入门了 其他人还没有入门啊 这些方便你还得有 你不能都废掉 问题是你有了方便之后 你后面你得有个究竟给大家 问题在这里 你光有方便也不行 事故之捏盘 非有亦非无啊 捏盘呢 是寂灭的意思啊 寂灭并不是离开眼前的生灭 另外还有个寂灭 而是寂灭你对眼前 一切因缘法的执着见解 这才叫寂灭 现在一切法都是原生无性 本来皆空 因此一切法本来就是寂灭 因为一切法本来就没有自信嘛 所以说一切法本来就是寂灭 它根本不需要再去寂灭了 那么现在为什么不寂灭呢 只是因为我们的妄想 这因缘法才不会寂灭 你才会说它有生有灭 生灭无常 如果你离开你的这些妄想 一切法当下就是寂灭 生灭无常怎么来的 还不是你打了个妄想吧 说它是生灭无常 它本身谈什么生灭无常呢 就像维摩经说了 天就和尚那个舍利弗 他说花不如法 人家说了花并没有分别啊 你怎么能说花不如法呢 现在也是 因缘法并没有分别 你怎么能说因缘法生灭无常 这无常只是你的妄想 就是离开你的妄想 这因缘法当下就是寂灭 它本来就是涅槃 你何必还要离开眼前的生灭 另外寻找所谓的寂灭 而是你应该停止你的攀缘 这当下无心啊 这自然就寂灭了 你也寂灭了 他也寂灭了 一切都寂灭了 这不是道是什么 当然这个功夫得慢慢用 一点一滴的用 一点一滴的用才行 你照这么观照下去啊 你就不需要离开生死 你就能得到涅槃 你就能在这个生死当中 误入涅槃 就不需要灰身敏制 另外再入涅槃了 因此所谓的涅槃 涅槃就是眼前的一切法 因为一切法都是原生无性嘛 它本来就是不生不灭 它本来就是凉不可得 所以说一切法本来就是寂灭 本来就是涅槃 并不需要离另外寻找涅槃 你只要观察一切法不生不灭 离开你的一切妄想执着 这自然就是涅槃了 你说你把你的妄想执着全部离开了 你这妄想不就寂灭了吗 这一下子你不就做到涅槃了吗 尽管你能没有全部做到 但是呢你一分 你一秒钟的涅槃你能做到吧 你寂灭一秒钟的妄想 这能做到吧 是不是 你寂灭一秒钟 你也可以寂灭两秒钟三秒钟嘛 你慢慢这么用功不就可以了吗 所以说你但凡要起心动炼 想要说一个涅槃 求一个涅槃 正一个涅槃 这些通通都不是涅槃 所以说有所得的涅槃啊 其实还是生死 无所得的佛同样也是众生 这件事啊必须是言语道断 心形触灭毕竟清静才可以 正是因为涅槃离言绝律 毕竟寂灭了不可得的缘故 所以说纵使用尽所有人的智力 去思维议论你也思维不及 为什么你思维不到呢 因为道本来是离言的 但是在你这里呢 你却言说不断 就像我们一样 道本来是绝律 但是你呢却思虑无穷 你老是想着整一个道 道本来不可得 你却一定要有所得 一定要得一个道 道本来就在眼前 而你却要离开眼前的大道 另外求着那个不生不灭的道 这正好是南辕北辙 你背道而迟 越求越远 因此我们必须要停止攀缘 不要再去思量分别了 因为我们的所有的思量分别 你终究都离不开生灭有无 离不开的 前面破了那么多 哪一个能离开 既然是这样 你为什么还要执意分别 道理有没有涅槃的 乃至一有一无 不可思议的是涅槃 应该明白啊 离开一切 写想分别 这自然就是涅槃的 很简单吧 但是你怎么才能离开 你的一切写想分别呢 那还得回过头来 学习佛法 那就没有那么简单了 就是 道理上是很简单 具体操作呢 比较有点复杂 理论学通学通了 你自然就能离开一切执着 否则的话 你不是执着这个 就是执着那个 因为佛教内部的 这见解太多了 万七八糟的 哪里分得清是非邪正呢 人人都号称 我这个是正话 哪也会说自己是邪法 但是他那个话 正在哪里问题是 稀里糊涂 全部都被破掉了 基本上没有一个 这是正的 我看 他正在哪里 下面再破有无是涅槃 若为于有无 何为涅槃者 有无即解脱 事实则不然 完了说了 所谓的涅槃呢 是以真空为体 是以妙有为用 因为真空所以非有 因为妙有所以非无 真空不空 妙有不有 非空非有空有不二 这就是有无和和明涅槃 这叫一有一无 若为虎有无 若未云有无 何为涅槃者 所谓的真空妙有 所谓的真空妙有 染静一体 真往和和 色空不二 像这些都是一有一无 你看真空妙有 空那叫一空 妙有那叫一有 染静一体 真往和和色空 你看色是有 空是无 这都是一有一无 你看这里面 色是有空是无 对不对 事是有理是无 王是有真是无 然是有净是无 像这些有无啊 前面都已经破得 干干净净了 像那些色心 空有 染静 真往 什么这个那个的 前面我们已经破得 干干净净了 不管是有事无 是真是俗 这些都是毕竟不可得 你像这些有无 尚且不可得 何况是一有一无呢 那都谈不上了就是 现在只要问你一句 你既然有无和和 有无到底是一是一吧 你说空有和和 这个空到底是一个东西 和和完了之后 到底是一个东西 还是两个东西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有无是一体和和呢 还是有无一体和和 是有无它是一个东西 互相和和呢 还是两个东西 互相和和 是和和之后 它成了一个东西呢 还是和和之后 它又成了两个东西 就是我们只需要 用一一两门 就可以破除这些东西 一有一无 包括真空俗有 也可以这么破 你不是老是执着 真子二弟吗 都可以这么破 真地俗地 到底是一还是一 到底是一体 还是一体 就是到底是一个东西 还是两个东西 到底是一回事呢 还是两回事 有无即解脱 事事则不然 有互相和和就能解脱 哪里会有这种事呢 因为真的时候没有往 你说真往和和呀 现在真的时候没有往 对不对 你往的时候也没有真 你打妄想的时候 不可能有真无 你有的时候没有无 因为无是没有嘛 有是有 无是没有 你有的时候不会有无 无的时候不会有有 你有无互相违背 真往是彼此不容 你真心是常住 往心是无常 你怎么可能整到一起呢 你现在是一有一无 一真一假 一个是解脱 一个是束缚 你们两个就像冰炭水火一样 你怎么和和 你根本就和和不到一起嘛 我们天天都说这种糊涂话 真往和和 色空 博尔 什么空有一体 空有怎么可能一体呢 空是有 有是有 空是没有嘛 是不是 它怎么会是一体 是一个东西呢 一体就是一个东西的意思了 有无 这是邪见的根本呀 如果你把有无当成了解脱 岂不是你把烦恼 作为了涅槃吗 如果有无合起来 就是解脱 现在如果你解脱了有无 这岂不是要进入束缚吗 那么再来破 再来从有受破 还是从这方面来破 若为于有无 何为涅槃者 如果你说真空妙有 异空异有真 真空俗有互相合合 异有异无就是涅槃 那纵使有无相合 但是涅槃经过这么一合 它就不能称之为无寿了 因为不管你说的真俗空有 色心染静 这些一概都是有你的分别 你说外面哪里有个东西叫真空 哪个东西叫妙有呢 你说这哪一个不是你的思想感受 因此 不管事有事无都离不开你的心理感受啊 都是因为你的受想行尸而有 这些真往空有啊 都是你的受想行尸啊 既然是受想行尸 那必定是妄想无疑 因为心经说了嘛 照见无蕴皆空 无蕴就是受想行尸嘛 包括受想行尸 既然无蕴皆空 现在既然是你的受想行尸 它就是空的 所以说有受就是生死 无受也不是涅槃 你不能把生死合成涅槃 把妄想作为解脱 再来相为破 有无二是共云何是涅槃 十二不同处如明暗不惧 真往染净色心空有生灭不生灭 互相合合 怎么可能是涅槃呢 十二不同处 因为有是有无是没有嘛 有和没有互相违背 就像水火一样 它怎么合合 这里面一个是有一个是无 一个是真一个是往 一个是染一个是净 大家都是彼此相为彻底相反 就是真往染净 有和没有 它怎么可能同时存在呢 就是说你烦恼的时候 你怎么会有解脱 你不是说真往何何吗 你往就是烦恼吗 烦恼的时候 怎么会有解脱 你生死的时候 怎么会有涅槃 你妄想当中 怎么能有真如呢 说这两个就像明暗不可相聚 兵炭不可同毒啊 生死不能与共啊 你怎么可能把它放在一起 说有无和和 什么这个那个的和和呢 像这个道理是人人都知道的道理 你再浅显也不过 就是连小孩都会知道 你为什么还要说 有无和和真往一体四空不二呢 我们学佛就学啥了已经 都被这些东西洗脑了 都不知道这些东西有问题了 你正常人的智商都应该想得到啊 真吗是真如 旺吗是旺想 你烦恼的时候怎么会有真如呢 真如是解脱呀 烦恼的时候怎么会有真如解脱 你生死的时候怎么会有涅槃呢 你想想 你怎么和和 那就算你有无和和 你只能是有无相害 最终都没有有无 你说反而老跟这个真如和和 最后就互相破坏 反而老把你真如破坏了 真如把你反而老破坏了 最终都没有什么有无 这就成了你自己戏乱生死了 这跟涅槃有什么关系 学和学的正常人的思维都没有了 下面再来破 非有非无 若非有非无 明之为涅槃 什么叫非有非无呢 比如说吧 涅槃是超出二地之外 非空非有 这叫非有非无 涅槃呢 你既不能说空也不能说有 既不是真也不是俗 这叫非有非无 又比如说法界之体不生不灭 也是非有非无 涅槃师所说的无助涅槃 也是非有非无 既不能说有也不能说无 按理说既不是有也不是无 就应该没有涅槃 但是他们不是 他们是还是有个非有非无的涅槃 你既然有这个非有非无的涅槃 你还是离不开有 因为你有嘛 是不是 若非有非无 明之为涅槃 如果把非有非无称之为涅槃 那么涅槃它既不是有 也不是无 这到底是什么东西 既不是有也不是没有 它到底是什么东西 既然它是非有非无 你又是怎么知道 有这么一个非有非无的涅槃 因为你所知道的 因为你所知道的东西 它不是有就是无嘛 是不是 那么现在涅槃既不是有也不是无 你到底是凭什么知道 有这个非有非无 如果你说我是因为有无 才知道一个东西叫非有非无 但是前面已经破了有无了 你怎么因为有无 如果说你不因为有无 不因为有无哪来的非有非无 你就谈不上非有非无了 现在问了 如果有涅槃 这哪里是非有 如果真有涅槃的话 这哪里是非有 你就不能说是非有 非有就是没有有 如果没有涅槃 这哪里是非无 非无就是有的意思吗 如果说有这个非有非无的涅槃 这还是有 如果没有这个非有非无的涅槃 这还是无 你说非有 这其实还是无 你说非无 这其实还是有 它怎么可能既不是有 也不是无呢 所以说不管你怎么弄这个涅槃 必须得是有 因为必须要有涅槃 然后你才能说到是有是无 乃是非有非无 否则你到哪里说这个涅槃 是有是无非有非无呢 所以说不管你怎么狡辩 不管你怎么解释 你这个不可思议的方法 它必定是有 这都不需要 不需要怀疑的 你也不需要争论了 如果没有这个东西 你为什么还要形容它呢 还要执着它 还要说这个东西不可言说 无法思议呢 所以不管怎么弄 你都离不开有 你既然是有 那就是生命无常 因此你只要说 涅槃佛性 法身 如来藏 乱七八糟 你只要说它是有是无 乃是非有非无 或者它是不可言说 无法思议 那就是等于承认 这个涅槃是有 而不是没有 如果没有涅槃 你为什么非要说 这个涅槃是非有非无 不可言说 无法思议呢 所以你这个涅槃佛性 法身真理 你根本就离不开有无 上面我们既然破了有无 哪里还有非有非无 如果你说了 我这个涅槃 既然它叫非有非无 那就是不可言说了嘛 是不是 那既然是不可言说 那你何必还要再说呢 你为什么还要说 这不是矛盾嘛 它既然不可言说 你为什么还要说 你自相矛盾 如果你一定要说的话 这还是可以言说嘛 这还是有嘛 你不管怎么样 你都离不开有无 那么上面我们已经破了有无了 也就等于破了非有非无了 因为有无是根本嘛 而你一定要说的涅槃是非有非无 像你这种说法 岂不是莫名其妙 愚痴之论 就像世间的傻子 他本来就分不清好丑善恶 所以说了 你说这个人是好啊 是丑啊 他就说啊 既不是好也不是丑 但是非好非丑 这不是傻瓜一样吗 他说非有非无 这是愚痴论 亦有亦无 这是矛盾论 这都不是什么 什么佛法真理 嗯 下面 如来灭度后 不言有于无 亦不言有无 非有即非无 这是用人来证明法 就是如来在世的时候啊 有外道问佛了 他说如来现在或者灭度之后 到底是有呢还是没有 就是如来啊 你现在活着的时候 或者你死掉的时候 你到底是有呢还是没有 世间到底是有边还是无边 就这样嘛 但是佛从来都不会说 如来灭度之后 到底是有是无 同样如来也不会说 如来现在的时候是有是无 他也不会说 现在是亦有一无 还是非有非无 佛为什么不说有无呢 并不是佛不知道有无啊 而是因为佛根本就不是有无 因为你这个有无四句都是你的无明邪进 你让佛怎么去说 你说佛是有这是常见 你说佛是无这是断见 你说你让佛怎么去说 所以说佛不会说 你要换了祖师就一棍子打出去 佛都是客气的 你会到中国来这祖师不跟你客气 你说你问我佛到底是有呢还是无 你这明显就不怀好意嘛 因为本来就没有佛也没有入来 你还要问我是有是无 你这肯定是来试探我的 或者是来考验我的 这种人必须得打出去 绝对不能客气 假如你这一旦上了他的当 你说哎呀佛是有啊 是真空妙有啊 非空非有啊 那你就完了 你过不了人家这一关 人家本来是考你的 你竟然失败了你竟然 一嚷嘴就说错了 就说明你的祖师也不懂佛法 你怎么回答人家 假如这个学人也是个糊涂蛋 听你一说哎呀佛是真空妙有的 他好像得到保卫了一样 他这一辈子就算被你报废了就 那么现在世尊啊 上去不说如来是有是无 何况我们这些凡夫外道 还要在这里戏论如来 到底是有是无 人家如来 人家释迦牟尼都不说自己是有是无 我们根本就不是释迦牟尼 我们还要在这里说他是有是无 你不开玩笑 现在如来是能证的人 涅槃是所证的法 如来是出世的圣人 涅槃是离言真实 我们如来品啊 求如来尚且绝四句 尚且不可得 何况如来所证的法 怎么可能是非有即无呢 如来都不可得 哪里还有如来所证的涅槃 如来所证的境界 如来所说的佛法 下面交代一下 什么是涅槃 时间到了 交代一下 结束 涅槃与世间无有少分别 世间与涅槃亦无少分别 大小内外有所得的人啊 听到涅槃就认为啊 涅槃高高在上 看到生死就认为啊 生死是四句之中 所以说现在交代一下 什么才是涅槃 所谓的涅槃啊 说白了 这个说白了 秘密说出来啊 其实生死就是涅槃 这才是真正的秘密啊 秘密不是说涅槃不可思议啊 那么无论如何 还有个什么 深深道道的东西 不是 生死就是涅槃 这才是天大的秘密 生死本身就是涅槃 不是离开生死 另外有涅槃 而是生死跟涅槃 没有任何差别 如果你见到生死 涅槃是两个 你这就是生死 你知道生死涅槃 没有两样 这才是涅槃 生死涅槃 既然是这种关系 其他的烦恼菩提也是一样 言说跟实相也是一样 事法跟佛法也是一样 思议和不思议也是一样 不要老实说 佛法不可思议 你言外之议就是离开思议 另外还有个不可思议嘛 你这不就违背佛法了 现在我们说的是什么 现在说的思议就是不可思议 思议就是生死嘛 是不是 思议就是世间 世间法 不可思议就是佛法 现在说的很明白 世间就是涅槃 涅槃就是世间 你不要搞生两个 世间与涅槃一无少分别 你说为什么世间跟涅槃 没有一点点的分别呢 因为所谓的涅槃啊 就是断除一切生死 灭除一切烦恼 生死烦恼彻底纪灭的意思 那么现在生死烦恼 生死烦恼就是世间了 就是代之 世间就是生死烦恼 现在一切生死烦恼 都是因缘所生 空无自信 所以说 他本来就是寂灭 本来就不可得 这并不是把生死灭掉之后 才是寂灭呀 而是生死本来就是寂灭 因为生死本来就是寂灭的缘故 所以生死本来就是涅槃 世法本来就是佛法 因为世法就是生死嘛 这里面没有任何差别 这并不是离开生死 另外有涅槃 也不是灭除生死 然后入涅槃 而是说生死本来就是涅槃 现在为什么我们生死是生死 涅槃是涅槃呢 就是因为我们妄想执着了 所以说这才不是涅槃 你才入不了涅槃 如果你离开你的妄想执着 生死当下就是涅槃 哪怕你离开一分钟也可以 你就能享受到一分钟的涅槃 你以为涅槃是寂灭的意思吗 寂灭的一切生死怀恼 这就是涅槃 前面从因缘品到成坏品 我们求世间的四句不可得 现在从如来品到涅槃品 我们求出世四句也不可得 那么世出世既然都是绝四句 都是不可得 所以说世出世本来就没有两样 没有两样 既然没有两样 它也不可能是一样 因为所谓的没有两样 是没有生死涅槃的意思 不是说还有个生死涅槃 但它们没有两样 所以说既然没有两样 也不会是一样 所以说世间不可得 不但世间不可得 就是涅槃也不可得 因为生死寂灭 就是没有生死 我们说生死本来寂灭 既然生死本来寂灭 这就是没有生死 那既然没有生死 又有什么生死可以寂灭 所以说没有涅槃 因此说生死 世间涅槃都是乌尔乌别 还有这么多 最后这一句讲一下吧 中法不可得灭一切戏论 无人亦无处 佛亦无所说 这是总结了 总结前面的几品 中间的都可以略过 反正说来说去都是说这些 大家也听不到心里 听到心里也不去落实 听多了有什么用的 感觉也没什么用 大品经说了 众生如患 听法者亦如患 佛道如患如梦 若有德 若有法 过涅槃者亦如患梦 这就说明啊 就算有一个东西能够超过涅槃 我也视之为如梦如患 不要执着涅槃了 诸法不可得灭一切戏论 从因缘品到涅槃品 前后总共有二十五品 可以说是横推竖扫 所向披靡啊 说空道有无人能及 你看中论说空道有 谁能赶得上 这不是自吹自泪啊 事实就是如此 他对内呢 排出异端 对外破斥邪见 他不但谈偏赤晓 而且错大折圆 圆就是圆教 大就是大成 你不要说你是学大成的 你到这里照样被迫 他宣传佛的本怀 直指一切无声 佛的本怀本意 就是要说一切法无声 直到中论这里 才彻底给你解释出来了 其他的都是说得不痛快 无意味屈屈的 别别拧拧的 只有这个中论 给你是直指无声 直接接释无声 宣传佛的本怀 他谈论空有妙意 道理奥妙无穷 只不过是我们说 其实也没什么 他破斜显正是一针见血 治病救人 毫不留情 管你是什么呢 就是你我们都是同参道友 我们是兄弟门派 我也要破 为什么 我是治病救人 我不会跟你手下留情的 我要手下留情 那我是害你 他是封佛杀佛 封魔杀魔 义法不利 义法不留 外道呢 见之胆寒 天魔 闻之破散 天魔外道 见到中论 下得魂灰 破散了就 又是专门破他们的 破了他 他才怎么活 当然人家也会来报复 扫到一切邪网 终于义无所得 他破来破去 什么目的呢 就是要我们做到无所得 无所得才能得到 你不要害怕 断灭空了 就是要你断灭 就是要把你的一切 妄想邪限给断灭 断得干干净净 直至义无所得 你这样心地清净 你就能得到 经常保持这个状态 就能得到 依据诸法无声 灭除所有戏论 不需要太多废话 依据无声就可以 因为诸法 毕竟不可得的缘故 哪里还有什么 妄想分别言语戏论 所以说 诸法不可得 灭一切戏论 无人亦无处 佛亦无所说 就是所谓的诸法 不出人法实处 这里面既没有所教化的人 也没有所说的法 更没有说法的地方 同时呢 佛什么也没有说 无人呢 就是没有九道 所教化的众生 没有 不要认为菩萨再度众生 就像金刚经说的 你说 有九道教化的众生 那你就是我相 人相 众生相 你这我见都没有去掉 无处就是没有 净会五种国土 这个十方国土 分为五种 那就不需要说了 总的来说是净土 汇土吧 两大类 无佛呢 就是没有十方三世 诸佛菩萨 因为佛菩萨也是 因缘生的 也是没有自行 一无所说 就是也没有 诸佛所说的 八万四千法门 为什么呢 因为一切法空的缘故 哪里还有一法可得 又有什么佛法可说 你只要认为 有人有处 有佛说法 这必定是妄想无疑 所以说 无人亦无处 佛亦无所说 为什么说 无人亦无处呢 这就说明啊 你已经离开了 一切执着了 在你这里 已经没有我相 人相 众生相了 你已经做到 一无所得了 如果你非要执着不可 你一定要说 有佛说法 有人有处 有这个净土 有晦土 那还是像金刚经 说的一样 若为如来有所说法 极为傍佛呀 你认为如来 说了一个东西出来 那你就是诽谤佛 如来 若为如来有所说法 如来说的法 范围广的 什么都包括了 若就是说 如果你认为如来 有那么一点点的东西 可说 有那么一点点东西 可得 那你就是在诽谤佛 为什么呢 因为你把你自己的颠倒 妄想当成佛法了 你已经认假作真 自欺欺人了 现在是没有法 你硬要说法 没有佛 你非要说佛 你这不是傍佛 你是干什么 佛本来长得这个人 你非要说他是那个样 这不是傍佛吗 讨论三分钟吧 什么时候金刚经 哎呀 学了三论 看不看金刚经问题不大 问题不大呀 把三论弄好就行了 你还听那么多 解决什么问题 主要是 反反复复多学几遍 这个三论 因为这个三论是金刚经的基础 你三论学不通的话 你讲过金刚经 也是听得运力勿力的 你不得要点 我说也是白说 你听也是白听 这个中论就是基础 先把这个整的差不多了 你其他的你听也可以 不听也可以 或许你自己看都可以看得明白 就是 救了我 救不了你 因为没有你吗 我怎么救你 什么法言 这个字念什么呀 滔天是什么 哎呀 文盲一个我 生死 涅槃及生死 吃死之外 还有什么 就没有什么了嘛 涅槃及生死的意思 就是涅槃也不可得 生死也不可得 所以才说 涅槃及生死 既然生死涅槃都不可得 你说还有什么呢 什么都没有 都不要执着 涅槃及生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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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华都说这个三论是诡辩 属于诡辩狡辩这一类的 咱话都不是太好听 诡辩了就是不讲道理嘛 突击取巧嘛 但是他不诡辩的话 破不了你啊 按照你这个正常逻辑的话 他怎么破你 他不就跟你一样了吗 他必须要反过来破你 三个是戏论 他随便怎么说都可以 他说这个佛法是迷信也可以 是不是都可以 都没有问题 众生的妄想 众生的妄想本来就是满不讲理 你还要说人家是杠经诡辩 你都没有道理 你都人家做人颠倒黑白了 把没有的说成是有 你还不允许人家诡辩 抓住什么原则 抓住要一个无所得的原则 要往这个无所得上去靠 这套理论这个文字放在眼前 你必须不管怎么样 都要把它领会成毕竟空无所得 这就可以 大致论谁能讲啊 没时间讲也讲不了 妄想都打发没了 没了正好做事 正好度众生 正好工作学习 正好上班赚钱 不是说妄想没了就算了 没了妄想就跳到社会去去 就跟他们聘嘛什么事 实相念佛 我们学这个般若就是实相嘛 实相就是无声 你天天学习无声思维无声 这就是念佛 你是心心在念 你是内心在念 你念的是真理嘛 真理不就是佛嘛 讲义请不到了现在 以后再印吧 等到我原济了 你们帮我印吧 我不想活着的时候印 按照传统的老和尚 都是走了之后才出书 哪有活着的时候出书呢 是不是 很少 你那么着急干什么 你出这个书 你要那个虚名干什么 我第一次我都 我都后悔了 我都我印那个书 法系龙胜 我这法系也不行啊 没几个人听 你没有自愿请我去讲 我这法院其实有限 跟那些法师比没法比 人家影响多大 一呼百 还一呼百应 真那个 你有一套保留 你保留那个也没用 那种问题多的是 赶快把它烧掉 留着干什么真是 书书得慎重啊 不是说书书利益众生啊 这个书得慎重 得力求准确无误 不能稀里糊涂 召召召召召出来了 你喜欢听 你听了有什么用 你听了就打上去了 你说你听了有什么用 什么一讲就没什么可作为了 空了妄想 正好去做事啊 不是说空了妄想 没事干了 我们空来空去 空了半天的意思 就是为了帮助我们修行 空掉妄想之后 正好修行啊 不要落在空上 什么都没事做了就 空了我 像正好杜众生啊 因为你还没有解脱嘛 是不是 你光知道这套理论 你并没有 有实证功夫啊 你还得继续 持戒参禅恋 或什么都要提起来 继续回过头来去用功 脚踏实地的去用功啊 你不能就这么算了就 没听够那就管不了了 这个录音谁录了 这个这个不能乱传 主要是 自己听听是可以 因为这套理论 我这个说话也不会玩 末脚 割罪人啊 知道吧 人家无缘无故呢 你去批人家 说不过去有点 就按照我们 凡夫的这个 这个人情关系来说 说不过去 但是呢 你讲佛话 又不能这么讲 这是个矛盾 这可能也是我们的 我之在起作怪 这个想听的 互相借一借 就是你这录音 不要给他 随便给他们 硬塞给他们 想听的给他 不想听的就算了 不要硬塞 这么不 没有什么用 毕竟很多人 很讨乱这个 很讨厌这个三文 很多人 因为你破他嘛 又不是赞叹他 是不是 太有幸了 没什么幸 都这样 平悔相逢吧 过去算了 不要自如 我一切不住 时间到了 这次功德圆满 这个 大家回头 自己回向吧 自己回向 然后照着这个理论 去做 去用功 这就算 没有白讲一场 白听一场 哦 哦 那个 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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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